国务院总理李强11月5号在上海出席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专门向本届进博会致信 重申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 进博会自举办以来 国际采购 投资促进 人文交流 开放合作 四大平台作用不断增强 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更加彰显 李强与大家分享了几个具体的进博故事 指出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 人心所向 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是最明智 也是最自然的选择 中国真诚希望与各国一道 在开放的大舞台上相向而行 相互成就 中国将持续推进市场机遇更大的开放 继续为世界创造巨大市场红利 持续推进规则对接更好的开放 打造更多高能级开放平台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持续推进创新动能更足的开放 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持续推进包容共享更强的开放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 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更好发挥上海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并在上海建设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古巴总理马雷罗 哈萨克斯坦总理斯麦洛夫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 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等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企业展 开幕式后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管 何立峰 陈吉宁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酸胶 可能煮你